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ARPG实战课程 我是本课程的老师Ada 我们本节课将讲解开始界面的UI搭建 及场景的切换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我们本节课将讲解 Button这个空间 Text的空间 游戏中的单例 场景切换的多种调用方式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点击开始游戏按钮 从开始游戏场景切换到创建角色的场景 我们运行看一下 我们点击开始游戏按钮 进入了这个创建角色场景 我们打开一个空的工程 我们首先来创建我们的开始游戏的Button 我们点击右键点击UI 然后选择Button 创建出了一个Button 这个时候我们来再看一下 Button的一些参数 首先看到这里呢 是它的位置 就是它的这个position的这个参数 我们看到一些凌乱的数字 然后有个简便的方式 把它设置整齐 看到右上角 这有一个这个类似设置的一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reset 然后就是所有的参数 就设置成一个标准的设置 0 0 0 100 100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 你再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来调整它的宽度高度 然后下面这个image image就是指这个Button的一个底图 就是它的图是什么样的 我们再点击换一张图看一下 我们就换一张 换成这个图片了 换成这个图片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request target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Button点击 把它选中了之后 这个Button是接受点击事件的 你把它取消 它就不接受了点击事件 然后主要的参数呢 应该在这个Button里面 这个Button里面 这个interactable 就是指可不可交互 你把它点掉 这Button就不可交互 你把它选中 这Button是可交互的 然后这个transition呢 就是使你点击这个Button之后 它有什么效果 你在不点的时候 和点下去 然后点下去 或者说鼠标 移到上面去 我们正常的Button 应该是有不同的 呈现效果的 比如说我们什么都不点的时候 它就是呈现一个normal color 就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然后highlighted color 就是指高亮的时候 你的鼠标移到上面去的时候 的颜色 然后pressed color 就是指你按下的时候 的颜色 disabled color 就是指你把这个Button disabled 就是你让它不可点击的时候 它的颜色 我们运行看一下 点击 点击 点击它就变成更深的颜色了 我们在看color tint 就pressed 把它设置成更深的了 移上去 看不出什么变化 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pressed变成红色 然后highlighted的就变成绿色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pressed变成红色 highlighted的就是你 你给它移上去 它就变成绿色 然后我们的color button呢 还有一个这个transition的选项 是指这个sprite swap 就是指你按下的时候 你还可以给它设置成不同的图片 你把这些高亮按下和disabled 然后设置成不同的图片 我们把这个pressed设置成 这个淡一点的颜色 高亮更淡 然后我们来再运行看一下效果 它就改变了它的图片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animation 我就不演示了 就是说它可以在点的时候 呈现不同的动画 我们用到了再说 我们再讲解这个button下面 它自动给我们创建了一个text 这个text呢 这有它可以填入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名字 填入你要输入的字符 比如说我们叫开始游戏 然后这时候发现这个字 我们要调节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颜色 对吧 调节颜色就是这个color 你点击之后把它调成白色 我们就看见了 然后调节大小就是font size 我们现在这个太小了 我们调节成25号 25号太大 就调节20号 然后这个font就是指它有什么字体 如果你有些自己的字体 你就可以去选择 我们用modern字体就行了 然后这个font style就是指出体啊 写体啊什么的 就跟我们正常的那个word一样的 然后包括这个alignment 左对齐右对齐中对齐上对齐下对齐 跟那个word一样 然后那比较重点的是这样的horizontal overflow 这个的意思就是指横向的时候 它是否包裹 这个wrap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这个字的这个长度 超过了我们这个边框的长度 它如果选择的是wrap 它就是不可以超过这个边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不可以超过 它就没有超过这两边的边框 我们选择的是wrap 然后如果我们选择另外一个选项 overflow就是指可以超过 可以超过这个边框 然后这个速vertical overflow也是一样的 就是可以超过跟不可以超过 好 我们这个button和text的讲解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写这个切换场景 切换场景呢 首先我们来强解一下 我们要创建我们游戏中一个整体的单例 让这个单例来装载我们这个切换场景的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单例 为什么游戏中要用到单例呢 好 单例模式 它保证了全局尤其只有一个实力对象 保证自动的初始化该对象 使得程序在任何的时候 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获取该对象 通常我们可以设置全局边量 但它不能防止你实力化多个对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类自身保存它唯一的实力 这个类可以保证没有其他实力可以被创建 并且它可以提供一个访问该实力的方法 我们游戏中单例的应用 一般是用来储存一些公用的一些方法 就是在很多功能模块都会调用的 有时候呢 也会来储存一些游戏的数据 比如说你这个游戏整个运行中 有些数据也是我们各个功能模块 不管在哪它都会去调用 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单例来保存这些数据 然后我们单例的一般的模式 就是说一个类 然后这个类呢 给它一个静态的这个实力 就是它一个静态的变量 然后我们在这个变量 其实就是它唯一的实力对象 然后再给它一个方法来获取这个实力对象 我们用的是get的方法 来检查这个实力对象 存不存在的是不是空 然后如果是空的呢 就给它新建一个 如果不是空的呢 就直接返回一个 我们来创建我们游戏移动的单例 我们先创建一个文件夹 右键点击然后folder 然后给它取个名字叫script 把它装载我们的脚本 script 然后右键 创建我们这个cshop脚本 我们就叫它game manager 然后用它来管理我们游戏的全局 然后点击打开 我们不需要继承这个mono behavior 把这些都删掉 需要 我们按照我们刚才学习的那个单例的一个写的方式 首先创建一个静态的一个slip game manager 静态变量instance 然后再创建一个访问它的方法 然后再创建一个访问它的方法 然后返回 我们的一个单例就书写完毕了 然后之后会在这单里面写入一些静态的方法 然后到处都可以去调用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有了我们的开始场景 这是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场景 就是我们创建角色场景 然后点击这个file 然后newsend 然后点击send 首先把它储存到这个场景里面 叫它start 就是开始game 开始游戏 点击放在这个send这个文件夹中 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叫它 这是我们将会制作 我们的创建角色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创建角色 我们再右键 ctrl s 然后把它存到这里面去 我们两个场景就场景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场景切换的方式 来看一下理论 首先第一种是load level 加载场景 加载之前 你需要把场景在build setting中添加 场景加载之后 场景中的激活物体会调用monobehavior unlevel was loaded 使用该方法的时候 之前的场景的物体会被直接的删除 对于所有的场景中的物体都会被删除 这其实是有助于我们清理场景中的物体的 load level addictive 该方法不销毁当前场景中的物体 新场景中的物体将会被添加进来 这个方法在一些连续加载的场景中非常有用 它是不会清除当前场景中的物体的 load level addictive 在后台一步加载场景 Unity会在后台线程中加载所有的场景之源 这就允许你在加载场景的过程中播放一个进度条 或者通过一步加载该方法返回 Authenic operation结构 结构中is done表示是否完成 progress会给出当前的播放进度 注意是在编辑器中后台线程的性能要低于游戏中 这个我们不怎么常用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load level authentic 在后台一步加载场景 Unity会在后台加载场景 后台线程中加载所有的场景资源 这允许你在加载场景的过程中播放一个进度条 或者通过一步加载 该方法会返回一个Authenic operation结构 结构中is done表示是否完成 progress给出当前的播放进度 注意的是在编辑器中后台线程的性能可要低于游戏中 这个我们还是挺常用的 因为我们加载场景中经常会播放一个进度条什么的 然后本节课我们就使用load level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我们的那个game manager中 写我们这个方法静态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场景这个切换掉到处都会掉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写在单地中 load scene切换场景 给出场景的名字 切换场景 是application.load level 然后输入这个场景的名字 然后我们这个load level完了 现在我们要点击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点击开始游戏 然后切换到场景 我们点击开始游戏 这个点击的这个监听 就是按钮的监听我们还没有写 那么按钮的监听怎么在代码中实现呢 我们首先来创建一个script 一个shrup脚盆 来拿到我们的这个按钮的索引 并且给按钮加上它的切换的一个监听 我们就叫这个start game 我们点击点开 点开之后呢 我们要拿到我们的按钮的索引 在代码中操作我们的UI 我们需要引入unitingengine.ui 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到我们这个开始按钮的索引 private button start button 怎么拿到它索引呢 我们通过find child来拿到直接代码去提 transform.find child 我们既可以用find child的话 我们这个脚本就这个start game这个脚本就要挂在这个canvas下面 因为这个button是这个canvas的一个child 假如说我们这个脚本是直接挂在这个button下面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挂在button下面 我们就不需要是find child 用get component 因为这个button 属于这个button按钮的一个component 我们两个都演示一下 先演示一下 这是canvas下面的挂载 它用find child 然后再给它写一个回调 start click 回调就是我们要切换场景 gameManager.instance.loadSense 我们新的场景名叫createcharacter 我们要find的这个button呢 就是叫button在这里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我们还没有给这个button加上我们的点击事件 我们给它加给我们的button加上点击事件 就是把start button.unclick.addlistener 然后传入回调start click 我们看是否能切换场景 刚才我们就讲了切换场景 首先呢你要把所有的场景拖到这个buildsetting的里面 Unity才能索引到你的你的场景 start game 点击运行 切换 没有切换成功啊 因为我们没有把脚本给挂上去 我们现在用的是find child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脚本挂在我们的campus下面 运行 点击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创建角色的这个场景 我们的load这个场景就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我们的那个get component 直接挂到button下面的效果 它就不需要find child 把这个remove掉 然后给它挂在这 start game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 运行 也进入了这个创建角色的场景 好 我们本节课呢 主要就是讲解了我们的这个button这个空间 一些参数 然后这个text这个空间的一些参数 然后我们这个game manager 这个单例 单例的一个写法 跟单例的一些用处 然后我们讲解了我们的游戏切换 游戏切换场景的几种方式 好 那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